上一期节目有些人说收音有问题 所以的话这一期你们应该会觉得好很多 上一期的话有些人说这盒花很碍眼是吧 这一期我们也推开 我们就是一个如此民主的节目啊 大家说什么我们都听 所以大家如果对新的工作室 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的话都可以随时提 你们现在应该听的音质不错 因为花筒离我的距离超级近 今天收到了匹克给我寄来两双鞋子 受宠若敬啊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故事是这样啊 哎呀 故事是这样啊 就是我大概在两个月三个月之前 匹克大家都知道出了一双鞋子叫太极 那双鞋子哇超级火爆 然后我自己也就买了一双 我买了一双之后呢 天猫闲天天可能出了一件小bug 就是他给我寄来两只都是右脚 所以我那一集呢就拍成了 一只右脚和一只左脚阿迪达斯的对比鞋评 但是没想到的是 第一匹克的CEO啊 许先生 有个CEO的微博就直接在下面评论我说 如果码数寄错了 赶紧退回去让客服给我换 这一点其实我还是挺惊讶的 因为哇有没有开玩笑 匹克好歹也是中国很大的国产体育品牌啊 CEO直接在下面评论了 我还是表示挺震惊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他们就直接给我寄了两双鞋子 然后让我来希望我能拍个开箱 那就简单开箱一下吧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双跑步鞋的性能的话 看上一期节目就好了 为什么我还要重新拍一次开箱呢 因为上一期节目里我说了就是 这双鞋子我觉得最大的短板吧 就是它的外观 就外观有点low 那个白噪音配色嘛 还有那个什么黑红配色 哇超级丑 但是这两双鞋子的话 我觉得就有必要给大家吐血推荐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第一双的话 就是一双全白的太极色 你给我寄鞋子的时候 我以为他会给我寄一双 就我之前买的那个配色嘛 但没想到他给我寄了新的配色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 我觉得就没毛病了啊 2019年之前 我基本上还一直是在吹Ultra Boost 因为Ultra Boost确实是我穿过最舒服的鞋子 但是匹克出来之后 这个观念就有所改变了 虽然有一些方面 还是Ultra Boost比较盈 你们可以看我那一期节目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从脚感上来说 这双鞋子是比Ultra Boost要好很多的 因为我不是什么物理学家 我也搞不懂它是什么原理来的 但是总之来说就是说 你如果缓慢走路的话 这双鞋子会让你感觉走路很软 但是你如果跑步的话 这双鞋也会给你的感觉很弹 就是它是一个叫什么 非牛流体 还是一个什么高科技来的 其实它编织材料 我觉得还可以更好 但是白色的鞋面 其实就掩盖了它这个不足 这双鞋也是匹克太极 然后这双鞋子 哇 纯黑色 黑五适配色的匹克的鞋子 这双的话就是一个纯黑的太极系列 然后它的后跟TPO 有一点发亮的感觉 然后呢 后面的部分 这里其实是有3M反光的 就是 如果有灯照射的话 它的后面是会亮 然后鞋带的话 其实也有做这个3M反光 然后黑色的话就是 相当之朴素 但是脚感特别好 我觉得这双鞋子 如果你送父母送长辈的话 这个颜色应该不会错 然后白鞋的话 就虽然不耐脏 但是我觉得整个颜色就 很舒服 很好看 中老年人健步 或者年轻人休闲逛街 比如说小姐姐们逛街 想穿一个舒服的鞋的话 很多能穿上这双鞋 我当时试过 它第一感觉 马上就觉得很舒服 这个不用走 三步之内 我记得好像是400多块钱 还是300多块钱 然后 如果你不是追潮流 或者要怎样怎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双鞋子 哇 这双鞋子会在今年 匹克出多少 卖多少 这双鞋子会在前面